那哥我想问你一下 就比如说你接到一个戏 需要你让你增肥 增 我增肥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但是说实话 就像长期我们不怎么吃饭的人 就增也增不了多少 就可能20斤就是一个坎 需要您增肥50斤 增肥50斤 你会愿意为了角色增肥50斤吗 愿意 至少要给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小明哥您后边最期待什么样的角色 这项的裙访 对 我感觉我又来错节目了 那您最想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其实我特别喜欢演郭李 一直没机会 有啊 咱们几个弄一个剧本 咱给你演一个 可以 不是 我中餐厅里 哪天不营业 咱就陪你卧底 咱狼人杀行吗 不卓油哥 我的意思是 这两天我就搞一个剧本 发生在中餐厅里的一个故事 那问题是你都已经把角色高伤师卧底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我特别想看你现在的你演坏蛋 因为伍田是多少年前了已经 十几年前了 合伙人是你35岁的时候对吧 因为我去年问过你 我说你35岁在干什么 我的天啊 对 时间过这么快了吗 是 拍合伙人35岁燕子 我很喜欢合伙人 合伙人是我第一次拿了荆棘百花 其实我当时拿了四个家 荆棘百花加金鹿 加花表 我全拿了那一流 确实很经典很好 啊 还有啊 我们去年轻人的 四个家里 因为我们要把延棕推刑 那我们去年轻人的 发生我们的西部